窝隆镇 文家第十三代子孙 敌武选亲大会 开始 好 宣启文 八亿文士 宗祖高德 锐气智祥 文武传家 今有敌十三代子孙 前辈相处财帛 承设比武擂台 秉承祖上之家训 强壮筋骨为财俊 则贤惠女子入门 以其家运昌隆 人丁兴旺 福泽永眠 不可贡认 你身为财修 非皇帝 不可贡认 你身为财修 不可贡认 不可贡认 已经出现了 好 通前落地 停 文秀逸中三枚 好 文秀逸中两枚 好 没戴眼镜的一个都打不住 哥 不用让我啊 不会让你的 公平竞争 加把劲啊 好 来吧 开始 小离怎么还不开枪啊 等什么呢 通前落地 停 好 文秀逸 打四枪中三枚 文秀逸 打一枪中四枚 好 好 好 第一场 文秀礼声 第二场 龙腾沙海 拼武者 须将主法划过沙道 并翻越途中两大阻碍 先到终点 且取得红花者为胜 准备 开始 开始 人家四人弑君力敌不分先欧 前面马上就到第一个障碍了 能不能闯过去 就要看他们的本事了 打头真的是孝忠 可惜没过去 孝忠此官落败 孝心也出局了 这孝心怎么搞的吧 孝忠 海城两人 走 二人同时飞过障碍 第二道障碍就要到了 胜败再次一举 可惜啊 孝毅已摔下了厨房 孝毅已落败 孝毅已成功闯关 拿到了红花 此场生出 恭喜孝毅再次拿到头鸣 老秦啊 这回孝毅 可是替我报了仇了 别老让我家得意 让你家孙子也拿着头鸣 你也别得意 两代人才出了一个 你也不容易 就让你赢一回吧 第三场 花落谁家 准备 开始 此场比武者 需攀上高台 抢夺放在上面的红花 童话分四种大小 抢到最大者为胜 抢夺过程中 比武者可使用任何招式 但获得伤人 比武初始 四位比武者 便正想出招 护骨相障 现在还没有一个人 能冲到高台前面 好吧 来 快 好 龙孝羽率先冲出混战 可惜被孝中拦住了 加油啊 孝羽也趁街通了下去 究竟谁能夺到花魁呢 闻笑意的第三朵 怎么回事 我不是要这个 笑容用剂淘汰了笑意 还剩下三个人 小子给你了 大得我替你去拿 小子给你拿第一朵 这太小了吧 笑信也落败了 现在场上只剩下笑领和孝孙 双龙争霸 不知胜者究竟会是谁呢 小心啊 哥 你怎么耍赖皮啊 这不叫赖皮 这叫智慧 尘埃落定 四场胜者为闻笑领 这笑领使的是什么教训啊 那是天忆 天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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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舞结束 全旗开始 三场排序 温孝礼当之无愧 视为状元 温孝忆视为榜眼 文孝忠视为灿花 文孝信视为第四 第一位 文孝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姑娘啊 是我乡中的孙媳妇 年轻漂亮 举止大方 给我们孝忠啊 最合适 为什么孝礼要跟我们孝忠争呢 死心吧 你急也没有用 这个姑娘是个大才 只有文家大少奶奶的位子 才配得上她 这就对了 春兰哪 从小是我看着长大的 她到哪儿都特别出众 孝礼啊 有眼光 对对对 老太爷 看 谁二位 该孝毅了 文孝毅 夏和 雪的孝毅 沙 好 crimin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